大家好 我是天员阿婆 今天阿婆要做一道 捞面 猪排捞面 我们有的时候回来 实在不想起油烟 但是呢 我们又想吃一个营养丰富的 为口感又好 味道又好的面条 阿婆今天这个方法 就能做到 我用的就是这种 猪排没有带骨头的 上一期阿婆的 煎猪排饭 大家可以去收一下 就用这个猪排做出来很好吃 那我今天就做另外一种没有油烟的 的吃饭 这个好像比我们上次那一期 做的还更薄 那没关系 乔夫特别喜欢吃这个有带肥的 所以我就给他留下来 先给他竖切 然后再翻过来 再切一个横的 好 这样子薄 大概就是薄薄的一片 也不需要太薄 同样呢 再把它 你看这是树纹 我们要给他横断面切下去 好 实在你有的贴不均匀 用刀啊 这个拍一拍 给它拍成差不多厚薄就可以了 好 现在给他腌一下 然后每次我要处理肉类 一定会有网友留言说 肉有腥味怎么办 如果你不在乎的 跳过这一段 阿婆每次都说一下 免得我留言要仿佛的在说这个事情 处理办法很简单 首先我们可以先用这个 淀粉 就比如说素粉啊 土豆淀粉啊 不建议用面粉 因为面粉有面筋 洗出来你的草里面很多面 割的那个不好 就是用这种素粉啊 土豆淀粉这一类的东西 放一点点水放进去 然后就搓洗抓洗 抓洗呢 可以把里面那些杂质给带出来 另外呢也可以把那血水洗掉 那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 冲洗干净以后 继续用清水浸泡数个小时 如果是夏天的话 咱们泡着水放到冰箱冷藏 这样子时间可以泡更长一点 它不会坏 好 总之这样子呢 就是净最大的可能把里面的血水泡掉 当然可能肉就没有那么好味道了 总之吧 因为你怕腥嘛 没办法 就是要这样处理 那好 阿婆最近买的这个肉 我并没有觉得有这个味道 所以我今天呢 就直接开始腌 那么这个腌料呢 也是去腥的一个方法之一 好 就是加强 加强 好 盐 然后很重要的 我就会放酱油 我告诉你 酱油腌这个特别好吃 那么我们酱油呢 会稍微多一点 咸度主要来自酱油 我会放一大匙进去 一大匙的米酒 那种既去腥 又增加它的那个液体部分 好 再来就是白胡椒 好 现在就把它们抓匀 多抓几下 就可以把这些液体呢 让它吸收 这样的肉呢 实际上是很好吃的 它的液体被吸收了 嫩肉一下 就是用玉米淀粉 好 不要太多 就是大约一大匙吧 就是薄薄的裹一层 这样肉呢就不会柴 所以前提呢 前面一定要有液体 现在就是汤 那用什么汤呢 如果你家里有青鸡汤 平时留下来高汤 这时候放进去是最好用的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阿婆之前 大家可以收一下 田园 蔬菜汤 狮子头 就那个蔬菜汤 就平时家里有煮蔬菜汤的 也可以放在里面 就蔬菜高汤 也可以拿来用 拿来煮面 另外今天呢 阿婆什么汤都没有 就什么都没有准备 用白水煮汤的话 也有一个小秘诀 好 那我们呢 就先把这个水放好 大约800毫升的水 因为我两个人 就是说这个无所谓 你如果希望那个面汤很浓 水就少放一点 然后呢 我会放这个 豆皮 叫环金豆皮 来煮它那个汤 或者你可以用那个豆腐泡 但豆腐泡 还真是没有这个 环金豆皮好 那我会选这种比较难看的这个 它因为没有防腐肌 也没有漂白的 这个在大桶华 我会买得到 就这种 这个呢 它本身煮出来的汤 也有那个高汤的效果 这个是属于比较丑的一种 有的环金卷很漂亮的 大家可以买那个 外面都有那个炸的那个环金卷 你可以拿它三四个也差不多 这个比较厚一点 需要多煮一会儿 所以水还没开着我就放进去了 还有一个东西呢 就是蒜 蒜这个东西对身体是非常有益处的 好大家可以去 那么喜欢蒜的人呢 喜欢的不得了 恨不得生吃 如果你喜欢那个生吃的味道 那你就面快好的时候再放进去 那生蒜的味道就比较浓 可能营养成分保留的也比较好 那如果你比较介意那个辛辣味的话 那咱们呢提前放下去 让它多煮一会儿 有时候不得不吃的时候 慢慢的煮着煮着 就习惯那个味道了 所以我现在还无蒜不慌 发现蒜来去煮汤煮面汤出来的特别香 它这个就是一个香料等于 喜欢蒜味的还可以留一部分生蒜在后面放也行 这样煮一下就没有那么多吃鸡的味道了 但它很香 现在煮面 这个要慢慢的多熬一会儿 那面条用什么面呢 什么面都可以 阿婆呢比较喜欢吃荞麦面 更健康一点 现在很多超市也有卖这种有机的荞麦面 我们两个人呢 一个人吃一纸的 水开了就可以下面条 这个面条看你用什么面条 总之把面条煮熟就行 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这种荞麦面实际上它是有咸度的 所以它本身你都不用考虑它的咸度的问题 所以汤的那个咸度就刚好就行 刚刚好熟就行了 不要煮过烂 好阿婆还有一个秘籍 就是把这个面给冲凉 冲凉它 好 当然前提这个水要直接饮用水 这个自来水要直接饮用水 没有的话你们可以用冰水 冰箱里面出来的冰块加上水 那个会更强烈的刺激把它放到里面去 好把它冲凉以后放这里 我们现在来做汤 好我们这边可以往里面加二分之一小匙的盐进去 让它一起熬 这个味道就 你看这个汤就有一点浓了 这个豆腐 我会放一点像芝麻酱啊 或者花生酱啊 总之这种辣子的这种酱 它会很香 而且这个汤会很浓郁 我用的是芝麻酱 量不要多就是少量的 但是我们需要用温水稀释一下倒进去 不然它会结糖 温水稀释一下 稍微稀释一下加到汤里面去 汤看起来就比较浓了 蔬菜部分呢 喜欢绿叶菜的 那就等要出锅的时候再放进去 那阿婆今天放的是这个有机的青豆 这在西人超市经常会有 像这种冰冻的有机的小小的 这个汤的味道都调差不多 我们现在可以下这个肉片 一片一片抓下去 汤就会比较清爽 如果你整锅倒下去的话 它淀粉会跑到汤里面去 我们就一片一片先别动它 给它轻轻的放下去 它稍微凝固一下就可以动了 面就不会糊 这里的关键就是一定不能把肉片煮过了 只要是嫩的一定是很好吃的 就是把它烧开以后再煮一分钟 好 现在可以拿出来了 这可是好东西啊 这里面的味道呢 你还可以自己添加啊 阿公阿婆觉得这样简单一点 汤是热的面是凉的 我们现在把面放下去 现在在碗上面加点东西啊 首先吃辣的我们会放辣椒酱 你可以用湿辣叉 这是收田园辣椒酱 这是我们自己家做的辣椒酱 再来一个海苔 再来一个海苔 也可以在煮汤的时候放少量的紫菜进去 这个营养就比较丰富 也还可以放虾仁什么的 没问题啊 都可以放进去 然后我们就自己用点海苔 放在这个地方 放在这个地方 猪排捞面 非常简单 没有任何油腌加厉 而且呢 其实营养很丰富的 先把它挖薄 挖一点上来 又香又嫩 腌得很入味 喝点烫汤 嗯 浓郁 诶 你吃到蒜味道吗 有啊 有蒜吗 不会很浓吗 不会很浓 但是它已经复合了 就很香那种 没有完全拌开啊 它有点吃凉面的感觉 等它拌好以后啊 它又不烫嘴 面条很滑 不粘 非常清楚啊 口感很好 剁椒再融合进去 这下越吃越好吃 这便是极好的 这个其实很好 很嫩的 这个 有海苔它就变成海鲜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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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